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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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本是孩子上课的好地方 今天却变成了家长与老师的交流站 一年两次的会面 期许可以建立良好的亲师关系 让父母肯定自己与儿园的教学方式 给孩子不一样的学习空间 父母经过今天的班会过后 也更了解孩子在学校里面的那些状况 那也可以让父母跟老师孩子 就是三角关系 亲自身就是可以有那种 可以有联关性的去互相的交流 互相的沟通 孩子是小树 需要灌溉但不能营养过多 相信孩子在父母和老师两边的引导 能成为真正茁壮的大树 大爱新闻 张敏佳 游禁被马来西亚及打采访报导